我看一下附件三 附件三基本上来说 排序我们看过都一模一样 一针一减一针 我们说月薪资跟年薪资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用递减的 未收到奖金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加班费年终奖金的年薪资 这也都算好了 业绩总额我们也都算好了 支领比例这我们都算好了 所以这一题呢 你还记得你在附件一的时候 你的筛选筛选什么东西 附件一 业务还有呢 大于零 对不对 第二个呢 附件二呢 第一个是业务 附件一是业务部门 未收价奖金大于零 对不对 我筛选两个条件嘛 然后附件二的筛选两个条件是什么 研发部门 然后呢 加班费怎样 大于零 对不对 附件一跟附件二各有两个条件 附件三的条件是什么 他没有说 他只有告诉你是业务部门 所以附件三 他的唯一筛选条件就是业务部门 这样懂吗 所以呢 一样是做什么动作 把不要东西删除掉对不对 月薪不要对不对 删除 年假这里都不要 删除 备注 加班时数 加班时数 你们要记得加班时数跟加班费是不一样的 在做支领总额的时候 不要再给我用加班时数是当那个支领总额 那么算出来比例会全部错误啊 好 月薪比例不需要 业务总额要 比例 这东西不要 删除 比例要吗 OK好 那就是这个东西删除 好 所以呢 现在目前一定要这几个对不对 好 马上做筛选 我们说我们排序已经好了 我们就做筛选 筛选呢 不是业务 筛选呢 你说你要去打 文字筛选 开始于业也可以 你说你拳选弄掉 记得它是四克 你要这样打勾 我也没意见 OK 好 做出来是这样对不对 这个是四克的 的那个什么 哪一个 我的比例怎样 对 为什么是2193 那又是那个地方 又是那个地方做错了吗 2193 21.70 对 21.70 昨天谁做2193的 我 做我 你做2193是因为 加班费那地方做错对不对 还是 我还是 今天做到费 是因为 我这边2170啊 那为什么过去2193 我看一下这边 对啊 这边全部错 对啊 你们在做的时候要小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到2193去了 重新来 没有啊 全部都做错啊 比例的地方全部做错啊 前面没有比例啊 所以后面是对 前面是对的啊 只有这个地方是错的啊 对啊 对啊 你用基本质量会有东西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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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复制一个啊 我要先复制一个啊 因为 我自己现在复制一个啊 因为 因为我这边全部都做错 你们懂吗 这边全部都2193 你们看到 这边全部都错啊 是不是 选择弄好之后 Ctrl-C 复制 Ctrl-V 贴上 子与格式 好不好 好 重新做一次 删除 所以一共是1 2 3 4 5 6 7 8 8个 然后就先选 部门名称 4克 217 你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 好 一样复制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2 之 3 之1 马上把它移过去 好 贴上来吗 哎 怎么不见了 我在基本资料2做了 我在基本资料2做了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的 哎 基本资料2 那你就要贴到3去 A3去了 好 这是栏宽 你看我们这栏 我们刚刚那个栏都没有做好 所以你又要得重新做了 之后呢 再做什么 小计 插入 不是 资料 小计 加种 1234 4个吗 1234 按确定 一样 做好之后一样跟附件3跟附件 附件2跟附件1一样的做法 对不对 把业务插入一栏 插入一栏上去 好 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个东西 这东西呢 如果你忘了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东西的话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只要这么做 假设我们做出来是21.7 我看一幕 58.63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忘记说 老师我考试的时候太紧张了 我忘记这个比1怎么做 那就麻烦你在后面那一格帮我打上比1 好不好 这样不是很像这样吗 很像像吗 好 不能用拉的 要用复制的 可以拉 来来一次 拉好之后在这个地方按 复制储存格就可以了 可以拉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把它拉靠近一点 这样不就像起来很像了吗 好 再来 好 什么 什么 好 接下来哦 你们笔地那部分啊 你看哦 这一题 因为我刚 我看到很多人昨天做 有做到这边 你看哦 这边是 感觉上 这个笔地是置中的吧 因为他这个跟这个一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这边是靠右耶 所以这个地方不就是我们上次教的那部分吗 看一下哦 这是陷阱体啊 假设哦 我随便贴过来哦 OK 好 可是你要把它置中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置中啊 我先把它拉大一点点 来 隔线 我们让它隔线先看出来好不好 先看隔线比较方便 在减 空线文体上面有个叫简式隔线 只是隔线它并不会印出来没有关系 那我可以看出来它是两格对不对 那没错 它是要靠 这个数字全部靠右 可是这一格呢 看一下这一格 这个是 也是靠右 可是呢 这个比例是置中的 可是问题是这边要有空格 对不对 这边是 这边是刚刚好的 所以你的线可以刚好 那个隔线 刚刚那个蓝色的隔线 你刚刚好可以拉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隔线也可以刚好拉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讲那个隔线哦 对不对 隔线 可是这个隔线的话是拉到这个地方耶 这隔线是在这个地方耶 那你中间这东西怎么办 没有两个空格啊 那边怎么办 没有两个空格啊 这个地方要置中 可是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放起来哦 段落 又说两字圆 你会让 让它说两字圆 回来 按确定 两字圆太多了 两字圆差不多 最主要是看你的空格怎么样 空格掌管怎么样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你不能让它置中哦 置中还是一样会这样子哦 你要让它靠右了 靠右然后前面说两字圆 可是比例的地方 就不能 所以你当初框的时候 框两字圆是框下面 比例不能框到 比例直接让它置中 这样的意思吗 还有你们说 因为那个地方 常常做错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这地方上面是有空一点点的 上面是有空一点点的 所以麻烦到这个地方 到段落 打勾 它是要打勾的 打勾的话代表 上面跟下面的宽度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如果说单行进去太大的话 你用固定行高啊 18啊 17啊 都可以 因为题目没有要求 可是你要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如果打勾的话 它才会上下都一模一样的空格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像附件 这个地方是 如果是 这是一条线 这是一列的话 那下一列呢 要搞清楚 可是我记得这一题 它还有 这边还要 告诉你要空一列 看一下萤幕 如果你忘记空 所以说 你一定要看题目 题目这边有写 标题 下面 有没有看到 日期列之后一个空白列 所以这边一定有个Enter 可是附件一跟附件二并没有这个字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是要靠下的 九宫格 靠右 靠下 什么意思 我随便弄一个 你就是 对齐出生格有个九宫格 对不对 他如果是他这个日期的话 是靠右靠下 不是靠上 靠下的话 他才在往下 这样懂意思吗 有没有看到 如果我拉大一点的话 一个靠下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呢 昨天一堆人 二之一 看一下二之一 二之一有没有 这全部靠下 这全部上面都要 都要有空格的 所以这边都要打勾 这边是九宫格的 最旁边这个 二之二 昨天还有人 还给我加个底线在里面啊 有框线还有底线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 这么离谱的东西呢 静停 二十二 记得 一样是靠这边的 二十三 这边多了一个Enter OK 那他一样是靠下的 一样是要打勾的 跟二十二二十一一一样 知道吗 好 那附件三我们做完给你们 应该五分钟可以做完了吧 好